这个视频,我们来介绍俄国诗歌的太阳,普希金及其诗歌创作。 说到俄国的普希金,那绝对是天才级的诗人,他八岁就会用法语来写诗,令爱好文学的父亲也刮目相看,十五岁就已经是拥有众多粉丝的校园诗人。 你看他的诗,轻轻呼吸的是叶子上沉睡的微风,而幽济的月亮像是庄严的天鹅,在银白的云朵间游泳。 读到如此优美的诗句,你真的很难不爱上他,连当时的宫廷诗人都由衷地表示赞叹。 正当普希金沉浸在诗人的荣誉中时,拿破轮带着法国人攻进了俄国,原本生活安逸的俄国人被惊醒了,人们经过浴血奋战才打退了敌人,并开始意识到俄国的落后。 普希金这样的有志青年发现,是那罪恶的沙皇专制阻碍了俄国的进步,看看沙皇统治下的那些农奴过着多么悲惨的生活。 于是,普希金决定用诗歌来进行战斗,他要让俄国人都听到歌颂自由反抗暴政的声音。 我憎恨你和你的皇座,专制的暴君和魔王,我带着残忍的高兴,看着你的覆灭,你子孙的灭亡。 大胆的普希金就这样无所顾忌地咒骂着俄国的沙皇,人们伸手鼓舞,大街小巷都颂扬着普希金的诗歌。 沙皇十分紧张,赶紧把普希金流放到了南方的小镇,还派人悄悄监视他。 结果,普希金没有逃走,他的诗歌却像长了翅膀,将他反抗沙皇的坚定信念四处传扬。 现在,我们的内心还燃烧着自由之火,我的朋友,我们要把我们心灵的美好激情都呈现给我们的祖邦。 瞧这个普希金,他不仅没有畏惧沙皇,反倒更加热切地呼唤大家起来反抗。 沙皇大为恼怒,他决定把这个可怕的诗人给幽禁起来。 普希金听到消息后,十分沮丧,不知不觉来到了大海边,并写下了那首最著名的抒情诗,至大海。 再见吧,自由奔放的大海,这是你最后一次在我的眼前,翻滚着蔚蓝色的波浪和闪耀着娇美的荣光。 普希金是多么热爱着自由的大海呀,临别之际也不忘用最优美的诗句赞美他,赞美他那蔚蓝色的波浪,娇美的荣光,更赞美他的自由奔放。 他想发怒,便波浪汹涌,想安静,便轻声细语,不像自己焉看就要失去自由,再也不能继续战斗。 这满腔的心事仿佛只有大海能懂,他深情地对大海说,你是我心灵的愿望之所在呀,我时常沿着你的暗旁,一个人静悄悄地,茫然地徘徊。 还因为那个隐秘的愿望而苦恼心伤。 那心灵的愿望不正是对自由的向往吗?不正是整个俄罗斯的自由吗? 可这个愿望却因为沙皇的阻挠而变得遥远。 普希金把自己的苦闷倾诉给了大海,把心灵的愿望寄托给了大海。 整首诗不仅语言优美,而且情感丰富,真挚,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。 正如一位前苏联诗人所说,凡是到海边的人都会听到普希金的诗句像金屑那样洋洋洒洒。 实际上,在普希金之前,俄国文学还是一片贫瘠的荒原,是普希金将那原始的俄语变成了优美的诗句, 并且用这些诗歌作为武器,触发俄国人民反抗暴政,追求自由的民族精神。 他就向那耀眼的太阳照亮了黑暗的俄罗斯大地,也开启了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。 人们称赞普希金是俄国诗歌的太阳,俄罗斯的民族诗人。 下个视频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的作品《一战长》,这一讲就先讲到这儿,现在快去打理抢金币吧。